大家好,歡迎收聽網響編輯部的節目 今天這裡約我新西蘭的以德投影和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早安 希望大家點贊、分享和訂閱 請記得訂閱網響編輯部,煮香煲和曬冷氣 將齊抗疫、拼經濟、反網部的訊息全讓開去 這次節目要講講過去兩三個星期的事 兩三個星期都有台灣地區的媒體 再加上西媒一直炒作一件事 就是中國的戰機連日破紀錄地出動 進入台灣地區的防空識別區 但是這有極大的誤導性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地區的防空識別區 基本上是劃到整個內地東南部都是它的識別區 基本上有 所以這些報導其實就是要炒熱一件事 就是炒熱中國武統的威脅有多厲害 有多深 當然之前也有拜登這條混蛋 就說會捍衛台灣 後來又改口了 是啊 說完又不承認 彈出彈入 我老人家不記得而已 我老人家說錯了而已 哈哈哈 其實拜登出來澄清說這個政策是沒有改變的 因為之前跟習主席有說過電話 其實大家都會遵守這個協議 除了遵守協議之外 就不應該做任何事 而中國是沒有違反協議的 沒有的 中國為什麼會進入了台灣地區的航空識別區 或者防空識別區呢 就是因為防空識別區畫得超大 我現實就是這樣 別人畫到這麼大 其實這個防空識別區不是一個國際法的概念 也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這些防空識別區 中國大陸有台灣地區有 是因為有安全考量和防空需求 是每個地方自己畫定的 喜歡畫多大是多大的 喜歡畫多大是多大的 其實問題就是 台灣地區的畫度是在內地上的 福建省家大部分都是畫了 你是不是不讓內地做軍事演習呢 這樣不行 當然不行 現在在炒熱這些議題 其實就是要講武統的 有些人都是非常好戰的 覺得一定要武統的 出路鐵來的 是啊 他們還要講我們有很多架 有核打擊能力的空陸轟炸機都出來了 還有遷擊機 說百多次 還不打到台灣下班 這樣 其實解放軍的戰機出現在台灣地區的防空識別區 就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中國內地管的 其實嚴格來說 是領空來的 台灣地區當然有些人要炒熱這件事 炒熱這件事就說這個是武統的先兆 當然軍演是一個政治訊號 這個不能夠否認 但是不是說要武統 中國官方其實從來都沒有說過 說要多少時候 哪一刻要武統 但是當然 香港有些KOL很喜歡說這些 之前有一個人說去年 他去年已經說了 今年12月已經會了 一定會 最遲就是1月 肯定武統 我切7分肯定 他沒有說切7分肯定 這是我家的 但是他講到神牙實似 這些KOL當然是 有些人說是藍色陣營最理性的KOL 最理性啊 我們一看就知道 他根本就是最極端的人 笑死人 他是黃藍 你不需要理他 說真的 不用理他什麼顏色 他什麼顏色都是一樣 他都是最極端的 極端人 他較早之前 竟然在他的節目裡 夠僵出來說 如果習先生 明年2月之前 不去武統的話 習先生就是懦弱懦夫 嘩 說得那麼準 是啊 這位藍營最理性的KOL 最理性 這個我們也要說 懦夫救星啊 哈哈 因為他夠膽 和西梅激掌 還有現在是脅迫中央 好像之前的西梅師傅說 如果中央不做些事情 就是欠了香港人一個交代 哈哈 這些真的是懦夫救星啊 星星相識 和西梅 激南陣營 激南陣營就是懦夫救星 就是我們這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 就是懦夫 就是懦夫 哈哈哈哈 他們說武統就是勇猛 就是懦夫救星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啊 厲害啊 其實過去幾個星期 台灣地區就不斷炒熱防空識別區的問題 西梅是幫忙 西梅什麼時候加入戰圈的呢 你留意一下就會知道 其實就是兩個星期前 就說中國連日破紀錄 出很多戰機 當然這個議題還沒炒完 台灣地區是不斷 不斷說的 不停的 哈哈哈哈 拜登也說錯話 其實他是真說錯 還是假說錯 還是彈弓手呢 還是換牌呢 這個有很多分析 有些人的分析說 他老懵懂的 亂說而已 是啊 但是有些人就說 不是啊 這是大智慧 拜登在抓大棋 所以他彈出彈入 抓大棋可以彈出彈入嗎 就是你走了前一步 下了這張紙 不行不行 我想過想過 可能用這種方式 來迷惑敵人的一種方法 是啊 其實這件事是怎麼樣的呢 拜登在21日的時候 接受CNN的訪問 當然 他就說如果台灣 受到中國的攻擊 美國會不會協防台灣呢 拜登他不假思索 就說會 會 我們有協防台灣的承諾 然後又縮起來 哈哈哈哈 不是啊台灣地區 他們馬上抽水 正呀你看 美國佬幫我 哈哈 他說 美國政府以實際行動 展現出 對台灣堅如磅石的支持 哈哈哈哈 即舔 哎呀 哈哈哈哈 他說 他說 他就說 台灣地區的張順涵 他說 遇到壓力 我們不會屈服的 得到支持 我們都不冒進 所以一定不會 公開講台獨 其實 蔡英格里斯 他有說的 不會公開講台獨 這件事 不過現在當然他們 又在了解其他事情 其實有其他議題 他們在了解的 就是說 他說 要多些參與 台灣地區 這些實際操作 我自己覺得 是不會成功的 我自己操淺的看法 就覺得不會成功 但是 美國就會借這件事 去撩下 我認為 不過 拜登之後 講完這番話 白宮發言人 又馬上說 拜登其實不是宣佈 美國的政策 有任何改變 我們的政策 沒有改變 但是 白宮也沒有說 拜登是不是厚誤 他現在就是 一個模糊 這樣玩法 哎呀 真的難猜 很難捉摸 是啊 你猜不到我 有些人當然要猜 如果你二月沒有統 你就懦弱 就算去到二月 沒有發生 他們都可以鬥得回 又說 因為美國佬 頂住了 可以這樣 推掉 他們不介意 所以可以說得 這麼實實 其實 中國外交部 就很溫和的回應 他就呼籲拜登政府 不要站在 14億中國人的對立面 亦都向台獨 即分裂勢力 發出任何錯誤的訊號 亦都強調 在涉及中國 主權和領土完整 這些核心利益問題上 中國是沒有任何妥協 退讓的餘地的 亦都不要低估 中國人民捍衛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堅強信心 堅定意志 和強大能力 當然 現在在北約 也有一個會議 奧斯丁 拒絕發表評論 在台灣問題 我不願意捲入任何 假設性問題的討論 所以美國是彈出彈入的 其實是 現在當然 西媒就是吹到 中共是要武統的了 跟那位藍營KO 也是一樣的 一樣 立場是一樣的 只不過大家說的 表達的方式不一樣 實際上都是說 中國會很快就武統 而且一定會武統 一定會武統 而且這個是唯一選項 就是 你要說無平統一 就是 懦弱 懦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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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現在都覺得 他講得對 要武統 如果要武統 我告訴你 你住在香港的話 快快快去走 你真的相信這些東西的話 我認真地說 台灣地區他們都有導彈 他一挽擊就肯定是射香港和上海 不用想 不用想 對呀你不用想 沒得談 是啊 但是BNO祖國都在這裂 他們有個國防大臣 Ben Wallace 他星期四的時候 BNO祖國強強 警告北京 他說 你侵擾台灣仿式別區很危險 可能會引爆衝突 當然 BNO祖國其實是九說四 他根本沒有任何影響力 在那個地區 他竟然出來呼籲中國政府 找一個和平的方式 解決和台灣的分歧 中國一早都說和平 這些人就是沒有必要勸交 但是出來做駕倆 就是這些BNO祖國的契弟 你想想是不是 本來都沒有喊交 大家有朋友之間 吵幾句 大家和氣生財 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 其實都沒有說要打 是不是 還有說真的 台灣防空識別區 你畫到這麼大 當然會侵擾到 但是這個不是侵擾 你的防空識別區 可以侵擾到我們的現實 是不是 你畫禍界 大哥 是不是 是啊 那你是否畫了防空識別區 就不讓我開飛機 那你畫到防空識別區 畫到整個中國這麼大 豈不是 是吧 任他說的 當然不可以的 你傻了 這個根本是一個偽命題 老實說 你那個識別區任他畫的 你喜歡畫多大 你畫到全地球 全地球都有很多不同國家的戰機 都要威脅台灣地區 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不可以的 是啊 不過他們的防空識別區 是畫得大的 這個是事實 大家都要明白 為什麼 不是中國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 而是台灣地區的防空識別區 根本就畫得太大 覆蓋了基本上內地的東南部 根本不盡不殺 整個福建省都有 福建省不需要 有飛機起飛 不是啊 那是遲遲了 哇 要威脅台灣啊 又一次 記下它 又一次 畫一動 你畫大一點 就可以畫到香港 每天都有很多客機在那邊 要威脅台灣 又一次 又一架機 又動一動 記下 這樣不行的 他們現在計算到 四日擾台的軍機 哇 累計149架次 挖到香港的话一架定义机又计一次 这个定义机其实就是捉那些盐田十二的人 计算你的 当然拜登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在估计一下 拜登其实另一方面就是有人说他有老人痴呆 他经常拿他那些黄瓜的东西来笑 老实实,我觉得这个人只是假扮的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说要协防台湾地区 他8月的时候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访问的时候就说 美国一向都是守承诺的 如果北约遭到任何侵略 美国就会作出回应 对台湾、日本、韩国的做法都是一样 就是把台湾和盟友并列 当时其实是没什么人留意的 就是觉得他只是一个老伯说错话而已 我觉得他的说错话是精心计算的说错话 没理由每个人都计错了 每一次都是有个高级官员出来说 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那就可以了 那就耍掉了 是啊 每一次都是他说完之后 就是说完承诺之后 没有改变的 没有改变 没有听多了 不是,那伯伯说多了他都不介意 我自己的伯伯就是拜登了 因为他可以缩回 就是他都不用缩回 他找另一个人把它盖上去就可以了 他自己都没有解释过自己的说错 他从来没有解释过自己的说错 他只是说美国政策没有改变 每次都出来说错了 没有事发生的 他澄清了你都要收货 你没有办法说他改变了政策 因为他事实上是没有改变的 没有事实上是没有的 真的 所以说到这里 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没有办法的 这些东西会继续有利 再加上南营激南那边 有些KOL和有些媒体不断要吹这些东西 就是武统这些东西 吹得很厉害 包括《乌士的布》那些 都是最喜欢说这些 他们最喜欢说的 总之西媒说什么呢 他就用另一个角度 再重复西媒想说的东西 不过是另一个角度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化掉他 我们的说法就是 当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也没有说过要立即武统 但是当然这样就没有人听 如果你激奖 就说中国是要立即武统 那当然会多人听很多 但是不是事实 这个是 没错 所以大家都要认清究竟哪些是事实 哪些是和西媒激奖的媒体 很多人都很喜欢和西媒激奖 很多媒体都是这样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